大家好 我是自由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下酒菜 今天是2024年3月6号星期三 今天是那个自由人的盘 在多头的趋势 多头趋势当中遇到美国大跌 大跌 二话不说先多多看 就一口丹嘛 一口丹 你会怕你就一口小台嘛 对不对 一口小台 一百点才五千块而已 反正每天都在输 差那五千块嘛 对不对 那对的时候就直接就欲笑 自由人的教育逻辑都已经SOP化了 那今天的主题是在讲我们当中三部曲 其实这个当中三部曲就很像 我之前2009年初的 那个台词当中教育秘诀 但是我已经把它 那个是2009年已经15年前的书了 那个年代的参与者跟现在参与者是不一样的 所以手法上你必须要做一些改变 当中的心态也会有所不太一样 自由人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慢慢习惯 越报越长 越报越长 那有些时候知道他明明知道他会回党 但是也要忍耐不要出 这个就是极短线交易者最难的地方 你明明知道这里会回党 你还要忍住不要出 这个在以前真的是 这个在以前真的是 对我来讲是天荒夜谭 天荒天荒夜谭 那 反正今天我们就在讲这个当中的心态 照慣例今天礼拜三嘛 我们就财经下酒菜 我们宜蘭的年轻人敬艳 他说姚俊哥 这个 因为我都不喝 激酒 他就说姚俊哥这个 这个 这个Takira不错 我说Takira 可是Takira太险 我不太爱喝 他说这个好喝 所以今天要喝的是Takira 这个是哪里的Takira 墨西哥的Takira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kira 38度的Takira 上次喝藍姆酒 还觉得还不错 酒精浓度高的南姆酒还不错 那这样 喝喝看喝看 没有 我们宜蘭的年轻人 今天说很好喝 38度 喝起来没感觉 威士忌最少40度 这38度 颜色是很 很 很浅的 很浅的 他应该是一次蒸溜 如果二次或三次的话 酒精浓度会更高 喝喝看 这个算好喝哦 这个算好喝 这个算好喝 没有骗我哦 嗯 那个草本的味道很重 草本的那种草的味道很重 跟威士忌不一样 因为Takira就是龙色染去蒸溜的嘛 哎对Takira 泡 Takira 泡 盐巴加柠檬不错 好啦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 今天直播的分享的内容 在我的2009年出的那本书 台词当中教育秘诀里面有谈到很多心态面 但是那个已经是不合时宜 好 所以我再重新再 rewrite 一次 没有要写新的书 就 哎 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规划 呃 我们从当充心态 今天讲的是当充的交易心态 然后还有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当充的手法 还有盘中 你要你要看什么样的讯息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建立你自己的交易系统 比如说自由人的SOP就是我喜欢做长红K 我喜欢做V转 自己的交易系统 我当然有一个逻辑嘛 比如说 呃 昨天美国大跌 今天开盘先多多看啊 赚钱就加码 赔钱就等了停损 好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交易系统的 呃 建立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当充心态方面 我们看一下 呃 我分三个单元 三个单元就是说 我们在进场前也就是八点四十五分之前 我们要做好怎么样的准备 好 这是盘前的准备 那接下来八点四十五分开盘之后 那你要怎么去进场出场 然后中间的损益要怎么去面对 好 这个你要 这个就就有点 就在盘中就有点难哦 有一点难 对自由人来讲就是部位大小的问题 部位一旦放大到自己没办法 没办法承受之后 这时候你就 没办法交易心如止水 所以最好是 呃 找到 呃 适合你现在情绪的最适交易规模 啊 这以前我有讲过 最小交易规模 最适交易规模 最大交易规模 好 这个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那这个都是呃 自己去去去去摸索出来 接下来是盘后啊 盘后你大赚大赔 不赚不赔 那你怎么去调试你的心情 像自由人现在这一波上来 还不错 还不错 我现在等待的是 等待的是 呃 这个 呃 OTC过热的时候啊 有一天啊 各位一定会看到OTC 呃 就是中小型股 那个掌停板 超过50打 然后持续几天 大概这个行情就过热了 那自由人就准备脚底抹油 绕跑休息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盘中怎么调试情去啊 然后再规划说未来是怎么样 像今天一定要留仓的原因就是 就很简单啊 就多头啊 多头一定要留多单啊 不然不然你怎么赚到这一波 这么大的行情 还没停 那个怎么 涨了两千多点了 中间完全没有休息 你没有留仓一定赚不到的 所以 所以除了当中也要学会留仓 那盘前我们要注意哪 我们要该做好怎么样的准备呢 其实很简单 确定你今天要输多少钱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要克服交易上的恐惧啊 你要克服交易上的恐惧 就是 你克服交易上的恐惧 就是你的执行力会变高 比如说你要交易的时候就 哦 呃 会怕 会怕就是说你不知道今天要输多少 所以你一旦确定今天输多少钱 你就点点下去哦 今天我就输一百点嘛 一口小台就是五千块 一口大台就是两万块啊 那五千块你赔得起吗 你奠奠自己的分量 哎 赔得起 好就做 两万块赔得起吗 好 嗯可以 那就打大台 如果小台都赔不起 那你就买那个深入价内的扣一口 如果连里年深入价内的扣一口都打不起 我跟你讲乖乖的去工作啦 嗯 真的认真工作 不要拔掉啦 千万五千拔掉 拔掉真的是家破人亡 没有钱赌博你就去工作就对了 这个这个市场不是你该来的 然后你确定之后你今天要输多少钱 你的执行力就会提高 今天就像今天哎 美国大跌管他的无脑多啊 小台一口一百点五千块 大台一口两万块 就无脑多 对的时候 我在加码 错的时候 我就给他 今天就不做 所以一旦确定你今天输多少钱之后 你交易没有恐惧 然后你执行力会提高 那接下来第二点就是说 今天可不可以做 今天可不可以做就 就关系到你的交易 交易的 交易的 策略的建构了 像自由人 我说过了在多头的行情 我我我我已经说了 今年是今年是景气循环的第二年 去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他的开盘价是14050 今年2024年的年K开盘价是17838 你说现在多少 可能19838会到 对不对 这样 现在已经1958 587 刚刚那个60 19 19600 对吧 所以很多点位 你必须要记在这里 脑中 记在你的脑海中 发生什么事 记在脑海中 那今天可不可以做 你 你必须要定义出来 像自由人喜欢做多 我喜欢美国大跌之后 然后进场买开盘价 我喜欢在多那个空单翻多单的时候 进场买开盘价 然后让旁边告诉我是赚还是赔 那这个都是已经确定我要输多少 所以今天可不可以做就关系到 你是你是怎么样的交易者 如果我是我是喜欢做多了 我我为什么喜欢做多 因为现在是多头的行情 当然要做多 那你说2022年那个空头的行情 那你就做坡洞 那2022年要来 我不知道再来之后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这个市场上 至少我肯定这十年不会来 这十年不会来 可能有大回档 可能回档个两千点三千点 但是要回档个六千点八千点 没啦 没再来 这个再来 我哪没做 自由人老了 没有经历在那边点来点去 点来点去 没办法 所以第三点就是你要做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行情的方向 最好是行情的方向 像自由人喜欢做多 现在又是多头 我当然是努力的做啊 每天都要做啊 因为除了除了可以做 赚到长红K之外 他还可以那种开高走低 然后V转 我也很喜欢做V转 那V转我看太多次 我知道他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V转的点 那这几天 我有一个有新的单元就是那个盘中三十分钟啦 本来三分钟是不可能的 现在变三十分钟 我每天都会进超凡市 因为没地方走 这个就是人生就是这样 关关难过关关过啦 就是好 所以进场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一个确定你要输多少钱 决定之后你不再恐惧 执行力会提高 那接下来今天可不可以做 那你就是关系到你的交易的风格的问题 今天要做什么方向 除了你习惯的方向之外 也要参考这个市场的方向 你就顺着市场的方向 你喜欢的方向也是市场的方向 那你的你的你的损益啊 你的获利就会就会就会出来 如果市场的方向不是你喜欢的方向 你就不要做 这时候损益就持平 所以很重要 所以未来应该是 我估计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我应该会进入休息状态 可能我这一波我就做完 我就休息了 这一波其实还不错 获利还不错 好了 这个就是一二三 当你盘前知道 你可以输多少 然后你不再恐惧执行力提高 那第二个决定说今天可不可以做 好 今天可以做就做 今天不可以做就不要做 那今天要做什么方向 如果是你喜欢的方向就用力做 用力做 一定要all in 确定今天可以输多少钱以自由忍为例 你要规定自己一天 输五千 你要赔几天 你知道吗 你要赔一百天 一百天你每天都赔 你这支的 你这支的 可以做到每天都赔真的是 真的是太厉害了 好啦 其实就是确定今天赔多少钱 你的执行力就提高 你就不再有交易上的恐惧 重点是 你赔了之后你就不要做 你做了 你就细啊 都已经说 赔 赔五千块 你赔了五千你还继续玩 那就是你的问题 这个 这个我帮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好啦 这是昨天的盘面 确定今天可以输多少钱 像昨天我一直一开盘就做多啊 好像管他的 我本来就有多单啊 那你开盘价做多之后 停损就守 守什么啊 362 那停损你就守262啊 那一百点有来就给你啊 你停损单就挂到那边 给他点嘛 开盘之后 那个现货开了就给他点 让他点 点不到 你点不到我 对不对 换我点你 换我点你 你嘎不到我对不对 那换我嘎你 嘎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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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都 我都不做 我也没有赔到钱啊 所以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 关系到执行力 所以 这是自由人的 做法啦 不一定适合大家 但是你要去去建构 这样的交易的系统 那我觉得我的交易系统 我都活二十几年了 我觉得是经得起市场考验 反正 股市就是永远做多就对了 永远 避开空投市场 避开 景气循环的紧缩期 景气循环的扩张期的时候 一定手头一定要有 股票 一定要有股票 一定要有 因为期货你可能会抱不住 但是股票你一定抱得住 像我老婆最近很 对我都特别好啊 对啊 就很悲哀啊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他就说 我老公 那个每个人都问我老公 然后大家都说 听我老公的话赚多少钱又多少钱 所以我现在感情不错 因为我没有赚 这三个月赚四十几万 很爽的 他说 哦 怎么那么好赚 你说对 你不要看盘 你就 你就不要看盘 说对啊 干嘛看盘 我听你的就好 对 听我的 以后不要对我胸 好 就题外话 好啦 今天可不比错 其实关系到说 很多时候就是 我常讲就是 你已经知道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实我觉得 你就 比如说我喜欢做多 今天一开高超高盘 然后又爆大量下沙 那这个就不是我的盘 我硬要做多一定会输的嘛 所以我就不要做啊 不做的话 我就不会赔钱啊 那如何不做 我就把电脑关掉 然后出去走走 出去晒晒太阳 运动一下 不是很好吗 所以市场每天都在 如果你硬要做 然后有一天你输光了 你就没办法再来了 更可怕的是 你输光了还去借钱 然后你的朋友也不见了 这个太多太多了 然后家破人亡 这个很多人 很多都 都会求救了 基本上这样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 自由的人会 会很热情的回复 那现在我收到这些 我一概不回 因为如指不可教也 就一说再说 其实就也没有用啊 就只要让市场 市场把你淘汰出去 你最好都不要 你最好都不要有钱 因为你一有钱 就会就会投入市场 你就是天生 就是烂赌图一个 所以 离开会比较好 好 所以交易不要每天做 那我下个礼拜 只要OTC那种群魔乱舞 他很疯狂的时候 目前开始慢慢慢慢有了 但是量还没有出来 我估计在 在在在在三到五天吧 自由人就会休息 很久没有出去晒太阳了 所以 我也需要 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所以交易不要每天做 看得懂再做 看不懂不要做 还有你盘前的规划 譬如说我盘前规划说 今天美股大跌我做多之后 我看到他今天礼拜三 拉台积电拉联发科 那就是对了 那就用力的做 符合我们的交易规划的时候 才进场做 那什么时候出场 今天自由人也讲 你最少一百点 平盘 台积电会平盘 那就是高低点一百点之后 后面 后面多少管他 你就留底单 留底单 那你就可以多赚 那个是超额利润 对当中的交易者来讲 是超额利润 好那 今天可不可以做 我们用这个 我有一些逻辑 就是说为什么今天 昨天美股大跌 今天开超低盘 礼拜三开盘开低盘 我会去做多 理由一个 因为这个周合约是 多方胜出 周合约他的 加上今天幅度蛮大的 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软体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周的正幅多大 周的正幅是 599点 600点 就是上个礼拜四到现在 600点 600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幅度 很大的幅度 那在今天还没有走出 那个历史新高之前 周合约的成本价是在 19180 180 所以19180 所以我算一算 合理啊 反正他在周的成本价之上 先买买看啊 所以他是多方胜出 我预期他往上有空间 我预期本来预期没那么高 我预期就是回到平盘 可以赚个大概100点 多单 满仓赚个100点 这个就 我的满仓现在很小啦 就很小啦 满仓赚到100点 这个不错 我们就可以赚到我们应有的利润 后面多出来100点 就是 预期之外 预料之外 所以你一定要留 像自由人刚刚 我自由人一定会留仓 一定会留仓 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充客了 我应该是 能说能放 那个什么 那个 那海贼王那个是 乳夫是不是 橡皮人 能说能放 这个 只有老婆能够体会 开荒腔 好啦 那今天可不可以做像 昨天美国大碟 前一天结算前一天美国大碟 然后开盘开低盘 开在这边 开在这边 其实没有开很低 他没有想象的低 我想是说 至少你开在昨天那个夜盘的收盘价 结果没有 管他 我还是一口多单 顶多就是被你停损100点 这个好手 所以 守好 那赚到之后 那就要开始加码 这时候我的规划是 至少要回到平盘 那政府至少是100点到150点 这是合理的规划 那还没到我的预期的 政府的时候 我会去看盘面 他一直买台积电 一直买联发科 就是对的 因为他 结算就是要拉大哥 不拉大哥 不拉大哥要拉谁 就是一定拉大哥 那大哥就要嘛就是一开盘就拉 要嘛就是12点开始拉 就只有两个剧本 不然 剧本就只有那几套 所以台词 对自由人来讲是相对是简单的 相对是简单 你不要做极短线 极短线很容易把你的部位搞丢了 拿不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盘 那今天盘自由人就不说了 因为我有那种盘中实战 这1分K 1分K 自由人在盘中说过了 我买开盘价 守100点在这边 然后在这里加码 为什么要在这里加码呢 因为他站稳1930000关卡 而且那时候开盘之后 他他开始买台积电跟联发科 所以是对的 那多头有一个好处 他适合老年人 为什么适合老年人 多头都长得慢 你看 这里到这里 等有够久 但是我没差 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就是 就是慢慢走 妈妈走 我现在盘中在弹吉他 听音乐弹吉他 也不能出去走啊 因为 一下子又要回去陪爸爸吃饭啊 所以我10点45分 我就回去陪爸爸吃饭 就是买一些他喜欢吃的 然后后面我就没看了 我回来大概是这边 大概12点左右在这边 那我就留大概一半 不到一半啊 差不多一半 反正这就是那个 挖一啊 就是大约啦 大约就直接就进节算了 反正没差 哎不看反而赚更多了 就是我不要在这里出的话 反而赚更多 但是啊知道 这里因为台积电电单 所以我知道在这里会回档 回多声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很可能这里回档 可能直接就下来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发生过 而且常常发生 只要他有电单的话 都会这样做 都经常性的发生 所以我看到这个 我就会先 我一定会先减码 一定的 一定先减码 所以自由人的 all in的单位是 做做满这一段 大概是100点左右啦 大概100点就是 19300到19400 大概100点 那后留一半就 直接进节算 那剩下的就是 四口 价内的扣留底单 那目前出到剩两口 两口啦 没啥 无所谓啦 这个盘面很简单 不用多说了 这是自由人最爱的盘 开超低盘 补缺口 这是必然 的结果 然后再来说 今天要做什么方向 当然是 是 是预期 预期 预期的方向嘛 那我预期的是 往上的方向 开超低盘 补缺口 那这个是我喜欢做的 我喜欢做多 然后他又开超低盘 又在 多头的趋势当中 我当然是预期他往上走 所以我一定是 顺着行情 往上走 因为现在是多头四 那 那有些人是喜欢那种做 涨多的乖离 那你必须要去定义 今天有没有爆量 有没有群魔乱舞 这个就是你要观察 像目前 那个OTC的成交量 没有爆量 加权指数的成交量 也没有爆量 所以未来还是有高点 那目前夜盘是到19600 我还剩两口 架内扣 那明天再说 如果明天到19600 我还是会出 出完之后补缺口 缺口在哪里 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520吧 19520吧 拉回19520的时候 再买买看 所以你要做多做空 都是你决定的 我喜欢做多 我当然是选择 选择 适合我的行情 我刚讲过 多头趋势当中 美国开超低盘 然后 那个全资股 尤其是台积电 有在动 那就是我的盘 那就是取决于你对行情的把握的程度 这个是日积月累的建立出来的交易的方式 这个就 每个人风格不同 就是你喜欢做空 那就 目前你做空很容易被嘎 那你必须要等 等这个等乖离很大 所谓乖离很大 一定伴随的量 量的失控 你去空 这个才有肉 那空头就是 多头长得慢 多头长得慢 空头跌得快 那自由人为什么不喜欢做空 是因为他太快了 你没办法建那个部位 你建好部位之后 你要 你空下去 砰就下去 哇一百点 慘了 现在是要補还是要继续 这自由人会 除非你其实的部位很大 那个就变成极短线 所以这个就不 不 不讲了 因为我已经离开极短线了 所以 所以你问我极短线 我可以回答 但是 目前不适合 不适合 就是不适合 所以你问我 我也跟你讲说 不要这样做 那我的方式 譬如说明天好了 我明天也会这样做 往上拉高 把我的流仓单 出掉 如果再上涨 就送他了 就送他了 反正他会来回补缺口 昨天就回补缺口 大概是在 19350左右吧 最后他达到19300 关卡价 然后又拉上去 所以我喜欢做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大概 去头去尾 你可以赚个80点 去头去尾 你可以赚 那个50点到80点 所以这个是我可以掌握的 那接下来的 第二个就是盘中 我们怎么去去面对 我们部位的损益 还是那句话 停损没有来 停利就会来 既然停损没有来 你就不要停损 他都没有来 你干嘛停损 你预计是100点停损 他都没有来 你干嘛停损 你要等的是 要嘛你就点我嘛 你点不到我就换我点你 所以停利就会来 如果都没有来 那就是 那就盘整 反正 那就是小赚小赔 万一停损没有来 停利来了 我当然用力的打你 这个就是你的盘来的 就用力打一下 你只要用力加码一下 赚个50点也好 对 all in 然后赚个50点 稳稳的赚个50点 这个也是不错的 自由人的做法 以前都是这样做 以前是all in 之后大概赚个 10点到15点就跑光了 all in很少赚那个50点到100点 很少 几乎没有 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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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训练 就只是all in 那顶多就是 就是那个不赚嘛 所以 试单赚钱的时候 你就要 就要选择加码 选择加码 怎么加码呢 他在 他在台 那个台子棋 往上冲的时候 他符合 时间跟 时间跟价格 还有盘面的全资股的 的拉台 尤其是台积电联发科 这两个 大哥二哥 尤其是联发科 他拉他 就是打就对了 就是打就对了 顶多就是 顶多是加码单停损 那第三个就是停损来 怎么办 休息 休息 电脑关掉直接出去 就休息了 不要看了 反正明天还有啊 对不对 你再打 明天就没有了 就明天再来 其实 我觉得 这是一种纪律问题 你没有遵守 都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永远都不是我的问题 永远交易的 交易的损益 永远都是你的问题 都不是别人的问题 不要去想说 上那个课没用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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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都没用 不管你上什么课都没用 听我的YouTube也没用 因为 做与不做都是你嘛 那那 那个停损来了 你不休息 哎呦 没办法 反正 那你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 天生不适合走这条路的人 那 那如果你还持续走 那真的就很糟糕了 就是 就是我真的救不了你 这个 就不说了 好了 这个一百点 最多就是赔这个钱嘛 我现在我的起手单 就是一百点停损 进 就一口单 一口单 起手就一百点 一百点到了 摸摸鼻子不做了 大台就两万 小台就五千 就很简单 都一口单 但是我做对的时候 我都是all in 就是把那个户头打到满 打到满 打到满 也是会守一个停损值 大概都是五十点 大概都五十点 反正都是赚的 没差 一定没差 所以进场后 你就要让 让行情跑 那行情跑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match 有没有match到你的规划 譬如说我做多 他应该要拉谁 他应该要拉热门股 他应该要拉联发科 最后应该要拉台积电 这个就是对的 然后你也要 你要切分说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礼拜三 那你就是只看台积电就对了 只要礼拜三就看台积电 那看台积电 只有两个状况 两个状况 一开盘就拉台积电 第二个状况 就是十二点半之后拉台积电 只有两种 不然盘中拉台积电吗 那不可能 土豪没那么好 他一定是规划好了 他只有两种状况而已 盘中十点之后拉台积电 礼拜三十点之后拉台积电的状况 少之又少 很少很少很少 很少真的是很少 因为今天开超低盘 今天开低盘 所以他用台积电拉上来 自由人就知道 你就是要来作弊 只是后面又拉一波 那个字 我没有想到的 我没有想 我以为就是 拉上去回到平板 就OK了 所以有时候是 是意料外 那个就是额外的利润 你就 就 就跟主力说 谢谢 然后放 把钱放到口袋 那 不要跟着行情上上下下 你会紧张是因为你 你的部位下太大 这个输赢 这个损益 让你觉得很紧张 那 如果这个部位让你很紧张 抱不住你的部位 那就 下小一点嘛 对不对 就下小一点 多小 不知道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这是因人而异 那获利是否加码 我的 我的话 我会采取 到那个金字塔式的加码 但是我通常都是看对 我就一次就all in 一次就all in 这是我的手法之一 我是选择到金字塔 那个金字塔的加码 我知道有些人是 那个到金字塔的加码 我不喜欢这样的加码方式 因为这个加码的方式 一次比较大了一点点的回档 就会把你的部位就hold不住 就会把你赚的钱赔掉 这个时候 你的心态 很很难 很难 很难 平复 你的情绪很难平复 所以我不建议到金字塔 当然有些人真的是天赋异禀 他心脏真的是就是比较大科 这个没办法 那就是每个人的风格不同 所以获利后容易致满 所以下个礼拜 我应该下礼拜三 一二三我应该会选择休息 我好久没有去海边晒太阳 好久没有出门 走一走了 我就可能就是 倒完垃圾 八点就开始走 走到 走到十二点 然后回家陪爸爸吃饭 吃午餐这样子 好 停船来的就休息 这个 这一点做不到的话 你就不适合走这条路 不适合走这条路 就是一定要执行 当你知道赔多少的时候 你执行了 你就把它当成补习费 就是补习费 明天再来就好了 反正市场有点在 不缺你一个 市场不会因为你不交易 然后就休市 你不是离万 你不是阻力 我们怕的是阻力不完 所以不用害怕 怕的是没有钱 没有钱就万万不能 好 盘后如果调整心态 第一个我们要 讲到那个贪婪恐惧心魔 贪婪就是 赚到你想要赚更多 这是贪婪 以前自由人常犯的 所以这次赚到这个一波之后 我下个礼拜 我就会休息 那休息 有两种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就出金 然后做模拟单 出金 你是新手 你赚了 这波 抓到 抓到 赚到500点 600点 500点 margin翻了 50%甚至一倍 那你要怎么做呢 全部出金 因为你一定留不住 你是新手的话 你一定留不住 全部出金 手痒怎么办 做模拟单 做模拟单 我跟你讲 这个很困难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出金出去玩 出金出去玩 就克服你的贪婪 那恐惧什么 恐惧就是 没有人害怕恐惧赚太多的 恐惧都是 怕 那个赔钱 就是 哇 今天做空又被嘎 又赔了多少 明天又 哇 明天开高要不要再空 就开始恐惧 昨天开 今天拉上来我空被嘎上去 今天开高 哇又有更好的家伙 为什么不空 再嘎你一下 你就会害怕 你已经 扛到会怕 你做空空到会怕 就是你就不要做 真的不要做 如果你空到你会怕的话 表示你一直跟市场反着做 意思是说 你喜欢放空 可是市场是走多头 所以你放空被嘎 放空被嘎 那反复几次之后 你那个恐惧就出来了 那心魔就包含这两个部分 还有其他的 执行力不够 犹豫不决 执行力不够 犹豫不决 贪婪恐惧是最主要两大心魔 那其他的影响交易 都是 譬如说时间 我没办法配合 因为我敢 像上次 我为了要敢去 纽西兰出国 就把我的四季竿 四季竿停损 那一把就觉得 我如果我没有卡在 纽西兰的旅游的话 我应该要 大转 这个就是心魔 因为 我给自己的时间太短了 那时间短到 没有让你的部位走出获利来 这个就是 除了贪婪恐惧 这两大心魔以外 我们就通称为心魔 心魔 那每个人的心魔不一样 像自由人 自由人慢慢我的心魔就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因为 我现在就有点心如止水 我现在就觉得赚大钱很困难 赚大钱很困难 我一直想要说 我要尻一笔大的 但是这个就是贪婪 每次想要尻一笔大的 反正都被市场垫 我现在想说 或许我跟尻一笔大的无缘吧 那干嘛这样子 我尻一笔大的之后 我要干嘛呢 也没干嘛 对 老婆爽到 儿子爽到 女儿爽到 我自己又没有爽到 那 那就慢慢赚就好了 对啊 好啦 就是心魔的部分 你自己要去找出来 然后去调整 那接下来我觉得是最重要 用你的全身的感官 你说眼睛 眼睛 耳朵 嘴巴 那个身体的那种 那个紧张 记忆 记忆 大培 记忆 大培 给你的那个感受 用身体所有的感官 去记忆 大培的盘面 一旦它出现 你就知道 来了 今天来了 今天来了 那来了怎么办呢 砍了 不要做 所以大培就是 才是你真正的老师 所以你要知道 大培那一天来的时候 你要勇敢的离开盘面 好勇敢的离开盘面 那大培 必须要用你的眼睛 耳朵 然后嘴巴 然后 那个 那个紧张 整整个 用 所有的感官去 去 去 去那个 感受这个市场 然后记忆它 第三个就是找出大传的盘面 也就是自己擅长的盘面 像今天就是自由人擅长的盘面 那你就是 就做多 就流舱 其实 就很简单 找出擅长的盘面 其实很简单 就大转 然后做得很轻松 就是 待会就是这样 大家都大转过 但是你要 你要记忆 你要记忆 但是大培才是最困难 所以大培才是真正你的老师 不是我 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我跟你说 听我说 你还是不会做 你还是不会做 这个 这个 已经讲到不想讲了 第一个 我们就要每天收完盘 想一想今天犯了什么错 你就白纸黑字写一下 或是用Excel打一下 或是Word打一下 每天 你要做交易记录 是因为 想要爆赚 或者是 我觉得会大培通常就是 重仓 重仓过度交易 重仓凹单 就是这样 就是你害怕 你不甘心赔钱 不甘心赔钱 你就凹单 然后最后就变重仓 重仓之后 又嘎上去 就Margin Call 后面那一段就是Call Margin 有一段大概是台积电拉的那一段 在Call Margin 就Call当充的Margin 所以你就是要找出说贪婪造成的呢 还是恐惧造成的呢 还是其他因素的造成 比如说时间紧迫 对啦 或是说你赚钱 就是我赚的不够 今天好像又有行情 又进去点一点 那点一点 本来大赚变成小赚 或者本来大赚又变成大赔 这个就是你的心魔作祟 你不要手痒 不要手痒 不太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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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太厉 现在的盘很很难做 因为他就是 每天都是红K黑K红黑K 可以要留上下引线 然后慢慢上去 这你看有 我真是投给你 这个你可以做极短线 这个我感觉 会真的极短线挤得出来 你钱挤得出来 我真的是 甘拜下风 甘拜下风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这个你那种极短 手单极短线一天可以做个一千口 我真的是这支的 那有可能 这不可能啊 那个一分K就这样 这个红黑K又上下引线 你点给我看啊 这个 倒不如一口单从头报到尾 还不会 还轻松的多 我还可以听音乐弹弹吉他 然后点点点点点点 点到最后要赔钱 没有必要 就不要再手痒了 就这样 这心魔 好啦大赔之后就千万不要急得进场 通常大赔之后 自由人第一个动作就是出筋 就是出筋 就是出筋 不要想要赚回来 因为大赔你情绪已经变了 情绪已经 已经心态不对了 所以你会出现大赔 我常讲嘛 要么就是市场变了嘛 要么就是你变嘛 对不对 如果你没变那就是市场变了 所以你大赔嘛 不然就是市场没变你变了嘛 所以你大赔嘛 最差的就是市场变了你也变了 要变错方向 所以你大赔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问题 所以自由人现在不做极短线 因为 打不赢啊 做极短线 那点点点又点不赢 倒不如开盘买了 然后然后收盘 收盘再出 我这个 这个反而会赚钱 而且很轻松 就进场 开盘价买了之后 然后守一百点停损 然后出去油三碗水 然后就直接那纸瓶进 那个勾当冲 直接三十分 进纸瓶 这个反而很轻松 而且你 你不用看盘又赚到钱 最怕是你在盘中 那边点点点点点点 辛苦了 好辛苦哦 然后又赔钱 然后每天的无尽的循环 每天都觉得好累 赔钱又好累 然后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找出自己 交易上 这个一些盲点 如果出现了 第一个动作 出金 不要做 出金 不要做 一旦你不做之后 你没有部位 你的户头 你的保证金没有钱 你看 就心如止水 你都看得懂 但是你保证金有钱 然后点下去之后 你就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都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明明就很简单啊 就上跟下 其后就上跟下 顶多正利价差 在那边 那个收链放大 收链放大 就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可能大家都把交易想得太困难了 所以才赚不到钱 好了 找出自己上台的盘面 那知道怎么输之后 你就会活着 就会活着 但是活在市场上 你不能只是活着啊 活着然后每天 每天都要 每天都有开销啊 你必须要赚钱啊 所以你要知道说我活着之后 什么时候可以大赚 这个大赚的钱 可以支撑我的生活开销 所以你要记住这些盘面 大赚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活 让你可以不断的累积你的获利 然后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到了某一个规模之后 再跨到其他的商品去 这个就题外话了 结论就是这 又讲最后一句 当中是一条很曲曲折折的弯路 然后就 这 赵半圈走了 讲的话 这条路很难走 所以我还是劝你不要走 真的不要走 真的不要走 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 你就看我的YouTube YouTube 不用钱啊 For free啊 只是真的很多 我自己又懒得看 以前 到我剪完之后 我还会看一下今天剪的怎么样 现在我录完之后 我都没再看了 变大看 因为 都已经 不但一百多一百五十几集了 我 现在每天都日更 哪有那个美国时间去看 看我以前录的影片 那如果你很认真的话 你真的时间很多 把自由人的影片 从头看一轮 写个报告给我 如果你真的很有心的话 写个报告给我 Maybe 我还跟你说 这小子 这么 这么 这么认真 这么认真 那我们就 我们就约出来下午查一下 好了 我跟你讲 我那个 那个 很 那个 YouTube的影片很长 很多 我不相信 你看得完 我自己都不想看 我真的 我自己都不想看 如果你愿意看得完的话 不要用太久 大概用半年的时间 或一年的时间把它看完 认真的工作 如果你真的要走 就把我的YouTube 全部看完 甚至看个几遍都没关系 那 如果你拿出来这么厚厚的一本的心得报告 那 那 我就跟你下午茶 你要寄给我 我会认真看 我 反正我现在 现在拍一拍 好 好啦 如果你真的要走 我就陪你走这一段吧 这一段我觉得大概就是三五年 三到五年 再三年 我就五十五了 再四年我就五十五了 我为什么要陪你走这条路 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很想出去 出去游山闻水 真的很想 因为我觉得 这一波就做了 差不多 我大概下个礼拜三 大概我这一波就差不多了 好啦 今天的财经下酒菜就到这边结束了 呃 我们下个礼拜还有第二步 我们自由人在准备一些题材 呃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真的要走这条路的话 我希望你是低于三十岁 没有结婚 没有女朋友 走这条路 比较容易成功 那你结婚有小孩 啊 我们再说吧 好啦 今天的直播就在这边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 拜拜